谁来娶呀 我不娶 掌柜 掌柜的 咋牙 你也要学会游泳啊 不不不 我都吓傻了还学游泳呢 我不学游泳 你 你非学不可 为啥 为啥 我让你看个东西 和尚 你去吧 你看这啥 你知道 我水下採着多少东西 啥 缸里面放了我是块金砖 啊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金砖够你活几辈子的 不许你说这种话 不吉利啊 土匪吧 那你死了 我咋办啊 有金砖的吗 金山银山 人都没了 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你再说一遍 我想啊 咱们找个地方 过太平的日子 我也想过太平的日子 可这不行啊 山里边有那么多弟兄 跟我出生入死 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了 还再说了 我这个人性子野得很 你让我过那种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日子 那么把我给憋死了 那 我就随你吧 你是我的女人 你不随我你随谁啊 你干啥 王云托 你干啥 我要教会你学游泳 不不不 我害怕 你不学游泳 那 那汤里的镜子 谁来取啊 我不取 昨天 掌柜的 你可真是好心情啊 在这儿洗冤阳玉啊 去去去去 对对对 你们俩 确实得洗干净 这到了晚上啊 唐明皇和颜贵妃 洗澡的地方屁股大一点 我跟夫人洗的这叫 天际之精华 那是那是 掌柜爹 啥叫鸳鸯玉啊 去 还想着呢不懂 对了 明天 十四了 那我是不是该到西安 跟松散边接头了 行 早去早回 路上追安全 驾 驾 驾 来 看 董家撤队准备出发 进秦岭走风雨口 太好了 你下子给咱黑龙潭累打工了 这回啊 刘和尚他死到临头了 就是 听不到他们说啥 你得赶紧回去 别叫姓董他怀疑你 怀疑我 我在董家老实地想吃羊呢 是啊 一直披着羊皮的狼 走吧 他们走了 抓不抓 你姨氏啊 这煮熟的鸭子 你还怕它飞了 鱼终于上钩了 但现在抓送书香 还为时过早 最好的时机 是在车队出发的时候 你们两个先回去 把见到的情况 跟庞局长汇报一下 好 跟他说 一切 按原计划行事 好 走 您管家 我和庞局长商量过了 明天一大早 把所有的车把势 都送到警察局 老爷 那送书香 他能进警察局的大门吗 警察局就一个门呢 明白 只要进了警察局的院子 就好办了 然后 咱们给他来个 偷梁换柱 哪有男人给女人洗头的呀 男人为啥就不能给女人洗头啊 在家 你摸一下 用咱黑龙潭的水洗的头 你看 像段子一样 美得很 哼 和尚 我就是担心明天 用不着 抢林淡雨的 我啥没经过 我想跟你去 不行 弟兄们看我带个女人会笑话 我的眼睛不想离开你啊 那我问你 前几天我教你那几招 练的咋样了 我都偷偷地练了 练了好几回了 好 那这样 院子里场地大 你能把弟兄们摔倒一个 我明天就带你去 好啊 来来来 都围上来 围过来 狗啊 跟夫人过几招 跟夫人 不不不不不 不行不行 他那啥呢 上 来 在下 走 来 上 上 爬上 上 不行 掌柜的 看你啊 老子的话念不通了 上 好 快点上 上 上 看下 准备好 来来来 好 好好好 掌柜的 男女有别吗 夫人的手我哪敢碰啊 你说得也对 我的女人 当然我来抱嘛 拿着 让我教训教训他 掌柜子 对 老子给你过两趟 这样吧 你是个女人 来来来 老子让你扮个腰 夫人加油 加油 夫人加油 加油 夫人加油 加油 来来来 你远点 跑过来 上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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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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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愧是我 刘和尚的女人哪 走 明天跟老子上战场 回家 追教 好 走 走 好 好 好 咱们的人齐了没有啊 齐了咱们就出发了啊 都准备好啊 出发了啊 宁广家 咱这是去哪儿啊 到货场装货啊 咱啥时候发银子 快了快了 挖回货来咱就发 好不好 走 走 您坐好 好 快点 出发 走 走 啊 走 走 走 你说的弟兄们哪 马上你就看到了 想个头 放这里放这里 来 抓紧再搬几箱子弹 掌柜的 收拾个车队 用不了那么些子弹吧 这次货多 董大年的保镖不会少 他们走风雨口进秦岭 估计得下午了吧 最快也得下午了 抓紧啊 来来来来 都进来都进来 都进来都进来 把前院的货都快点搬出来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快走 快走 快走